春节当最大的热度就属热辣滚汤了 2月16日的票房已经奔着25亿快26亿去了 关于这部电影的好坏众说分营 看进去的人觉得看到了人生 看不进的人觉得是无病身影 审美本就是私人的事情 没有谁对谁错 对于小青而言 我喜欢的是贾琳这位导演 关于女性角色的刻画 没有抹黑也没有美化 从来不会做挑起对立的事情 热辣滚烫除了是杜乐莹一个人 寻找人生营一次的路途之外 还有几个女性角色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张小斐饰演的杜乐丹 她婚内出轨但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对自己的人生很骄傲 看不起妹妹啃老做法 有求于人但不会低头 李雪芹饰演的莉莉跟月莹是15年的好朋友 却跟乐莹的男朋友搞在了一起 未婚先应 明明自己对不起乐莹 却要求乐莹做她的伴娘 不要让她坐实成为小三 如果说这两人跟月莹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那么杨子饰演的豆豆 是属于突然冒出来对乐莹利用期盼 背叛 豆豆是乐莹的眼防表妹 在电视台工作转阵遥遥无期 乐莹的母亲跟姐姐想要给她找份工作 而豆豆需要一个素材 她表面上热心想要帮表姐找到工作 顺带自己能转阵 乐莹在打工的时候遇到老色胚老板的调戏 乐莹此时已经在学拳击 她忍无可忍一拳打过去 就进了警局 乐莹走投无路 给豆豆打电话 她貌于赶到签字担保带出了乐莹 豆豆说着轻松 大不了晚几个月再转阵 你是我姐姐 咱们是家人 你不愿意我不能强迫你 乐莹看着下着雨 还要骑小电驴 狼狈不堪的妹妹 欣然答应上节目 她以为只需要像豆豆说的那样 照她给的台词说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 豆豆冷漠自私 完全不顾所谓的亲戚之意 恶意剪辑月莹跟母亲的吵架内容 在现场所有观众都指责乐莹场面一度混乱的时候 要乐莹装阴导 搏流量搏眼球 也就是说 从她出现到她达成自己的目的 都在计算之中 她已有心算无心 整个故事里 豆豆的背叛对乐莹来说打击最大 根据贾琳回忆 杨子接到她的客串邀请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还很高兴自己总算能演一个坏人了 而杨子也没有辜负这个期待 把豆豆这个角色演得立体又复杂 而她的客串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贾琳在采访中表示下一部电影在筹备了 主创是张小北 贾琳跟杨子 根据贾琳的资料 网友们查出下一部电影名字叫《转念花开》 《别名光明之战》讲述反传销的故事 《转念花开》是一部现实题材电影 贾琳饰演的王月琴为家中长姐 可求出人头地 听信了运营中栏贸易的李应来之言 南下稿前却误入传销组织 八年后她化身为反传战士 边营就深陷传销的平民百姓 边寻找着李应来 定要赎回曾被偷走的人生 一个女孩在经历人生低谷后 重新振作起来的故事 在杨子的粉丝都为了这个消息高兴的时候 那边有相关网友放出消息 趁由杨子、张婉逸、谭剑刺 邓为主演的电视剧《长相思》第二季 即将在本月底播出 第一季的《长相思》 在2023年的暑期档掀起流量狂热 杨子用这个剧证明了自己 而她也从几年前 只能接到阿念角色的演员 一步步走到了成为绝对的女主角小妖 第一季的故事断在小妖大婚 防风被抢婚 后面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 小妖在桑田儿的指导下 认清自己心中所爱 回去陪着涂山景联手作局 惩治涂山猴揭露防风意应的真面目 后面小妖跟涂山景甜蜜恋爱 小妖的身世即将大白天下 引起轩人大波 涂山猴背叛赤水风龙蚕死 西岩攻打号灵 枪悬完成大一桶 涂山景被杀 香柳耗费性命救人 都是名场面 如果二月底真的能播出 势必会在这个没什么竞争的档期 再次掀起流量狂热 期望网友得料是真的 长相思第二季快点来吧 当然期待剧的同时 也可以去电影院支持贾玲 雷佳音主演 杨子客串的热辣滚烫 变量独立